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Skype突然無法接通中國電話 電訊專家接內幕 馬克龍如此評價中俄關係 客攻反應很大 中南海沉默 防中共軍用 全球最先進機床製造商有絕招 美密件揭露 澤倫斯基曾密謀公俄 提議炸油管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5月15號星期一 亞洲時間星期二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Skype突然無法接通中國電話 電訊專家接內幕 微軟即時通訊軟件Skype近期無法接通中國手機 甚至坐機也不行 其中國運營商通知中只說實技術問題 許多在海外官用Skype打電話回國的網友紛紛抱怨 這已是國內網路防禍牆又升級 熟悉中國電信運營業務的旅美電訊專家透露 中共為政治安全寧願卡掉國際通話 官媒《經濟日報》2013年稱 Skype在全球擁有3億活躍用戶 2011年微軟全盤收購Skype Skype的中國運營商時光補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簡稱時光浦 官網6日通知 因技術問題導致Skype 展無法撥打中國大陸地區的電話 相關技術人員正在全力處理中 時光浦官網介紹 該公司依托中共中央光明網 光明日報社是Skype在中國地區的獨家戰略合作夥伴 美國矽谷電訊無線業務及網絡寬帶工程師中山 15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可能是中共當局通過防火牆的技術能力和政治安全的政策要求 來與微軟談整改措施 預計會逼迫下一版本Skype完全接受政府約束 或者按照要求和政府聯合開發 在技術上 中共的防火牆已經完全識別出Skype的流量包 中山還提醒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通話 只要通過中國電信轉接的 一定會全部被監控 都有錄音 她這套本身就是諜報系統 你談什麼敏感話題 能有百分之八十幾的識別率 紐約董女士15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她買了Skype的年卡 賬戶上加上計畫至少還有200美金 她的同學也是在美國 買的是一個月25美金左右的電話卡 現在都打不了 希望Skype公司能盡快解決 不然我們損失挺大 中山則表示 不能指望微軟 微軟保持著一個做法 是不得罪中共政府 所以不會很積極去處理這件事 中山早年在中國大陸從事電訊運營商下的寬帶集成業務 也涉及手機短信和多媒體業務 她曾是電訊項目的負責人 她感嘆 我們幹這個行業的人 不經意的多多少少都有助紂為虐 中國的通訊網絡系統 都在幹這種缺德事 希望把這些事情揭露出來 讓國際社會知道 馬克龍如此評價中俄關係 客攻反應很大 中南海沉默 在俄乌戰爭處於關鍵的膠著狀態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連訪問歐洲述國之際 法新社報導說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明義報》星期天發表的獨家專訪中說 俄羅斯已經在地緣政治上輸掉俄乌戰爭 而且實際上正在成為中國的附庸國 實際上 它已經進入一種對中國的附庸狀態 並喪失了波羅的海的通信自由 這是很關鍵的 因為是俄羅斯促使瑞典和芬蘭決定加入北約組織的 僅僅兩年前 這還是無法想像的 因為這已經是一個地緣政治挫敗 讓我們明確一點 俄羅斯絕不能在軍事上贏得這場戰爭 所以 這要由我們來確保如何幫助烏克蘭人反攻 並如何在最終不可避免發生的談判中 準備好安全保障的問題 歐洲的安全框架將需要充分捍衛烏克蘭 但是也必須要想像不與俄羅斯對抗 重建一個具有可持續性的力量平衡 俄羅斯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今天譴責說 馬克龍這種說法是絕對錯誤的 是對兩個大國之間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本質 做絕對錯誤理解的結果 我們與中國的關係 具有特殊戰略夥伴關係的性質 有著相互接近的世界觀 共同拒絕外國對國家的發展 強加他國意見的企圖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到目前為止的媒體報導中 中共當局迄今對馬克龍對中俄關係的評價保持沉默 中南海似乎對此沒有意義 防中共軍用 全球最先進機床製造商有絕招 日德核四公司DMG是全球最大的先進工具機械製造商之一 其生產製造的高端數控機床 可用於製造從小客車到戰鬥機等各種產品 該公司大約有25%的營業額來自亞洲 在俄乌戰爭膠著 國際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日益加劇之際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披露 為防止其產品被用於軍事目的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披露 日德核資機床公司DMG-Morray曾與今年3月向其客戶發送一件信函 要求客戶安裝一個遠端管理系統 一旦設備被移除或拆除 該系統將關閉設備 此舉目的在於防止該公司生產的產品 被非法轉移給可能威脅國際安全的個人或國家 該公司已決定實施這項新措施 是基於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發生了變化 因為俄乌戰爭爆發 公司希望確保我們的機器不會被非法挪用 如果客戶對設備的使用違反適用的出口規則 DMG將遠程鎖死機床 並拒絕重新啟動其設備 DMG的一名前中國主管就表示 儘管這項要求可能適用於許多國家 但它對中國的影響最大 因為中共軍民融合的工廠有購買DMG產品的歷史 上海DX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分析師劉翰宇則說 更多西方工具製造商將追隨DMG的腳步 這將給中國出口高端工具機的企業帶來巨大風險 據公開的資訊 中國在2022年已連續第七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尤其是德國汽車製造商的重要市場 加州諮詢公司QY研究發布的數據也顯示 2022年外國品牌佔中國五軸工具機銷量的60% 而同年DMG在中國的市佔率達17% 對於DMG祭出的這項最新措施 新臺灣國防軍事網的推特賬戶發貼評論說 這一招非常漂亮 以前中共喜歡在產品上開後門對西方切密 現在西方也學聰明了 用同樣的招數隨時可以鎖死工具機 中共從黑市買再多也沒用 美密件揭露澤倫斯基曾密謀公俄 提議炸油管 外線的美國情報密件揭露 美國監聽得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私下曾和幕僚及將領策劃攻擊俄國 美方否認這些情資導致美國不願援助烏克蘭長射程導彈 但澤倫斯基說他認為美國擔心烏克蘭用這些武器對待俄國 《華盛頓郵報》13日報導 這些先前遭美國空軍國民兵泰謝拉外洩的密件 來源是美方監聽澤倫斯基與他的高級幕僚與軍事領袖的內部通訊 內容顯示 澤倫斯基曾提出大膽的公俄計畫 包括佔領俄國邊界城市和春章 以增加對莫斯科的談判籌碼 炸毀一條將俄國原油輸往敘利亞的油管 並私下渴望用長射程導彈攻擊俄國境內目標 美國國防部 為駁斥這些密件的真實性 根據密件 澤倫斯基有時候克制下屬的野心 但他本人有時候會提議冒險的軍事行動 與他在公開場合冷靜堅韌的政治家形象有極大反差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持美護照愛黨僑領遭中共控間諜罪判無期 G7峰會前測試美國反映 央視炒作大熊貓壓壓回國被轟不關注民生疾苦 俄匕首高超音速導彈被愛國者攔截 中美急說東風快遞大不同 網民機 賣隊友 美情報街 俄傭兵首腦擬洩露俄軍位置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支持您的支持 nonsense 支持你 支持我 鏈接 亂支持 您的支持 鏈接 亂支持 跟別人的支持 鏈接 鬆 鏈接 瓦 來 planner 鏈接 外 gems